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两千亿 两千万做和平基金要给金门搞和平基金 这好像很喜欢拿钞票塞所有人的鼻孔啊 我觉得这郭泰铭好像没有别的招 那您觉得他这个招还能玩得动吗 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他认为呢 他恐怕根本连连署也不会连 或者连署根本就不会过 所以呢大家其实已经不看好他 他就是可以不断的站在那站位置 然后打乱侯友谊的步伐 您怎么点评郭泰铭 是那个那个欧博士 我们觉得呢特别在香港看呢 我觉得这个这个事呢 就是特别特别 甚至有点那个戏剧化 或者或者有点可笑 因为呢实际上郭泰铭这个动作呢 如果他真的拿出两千万来呢 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呢 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作用 我仔细看了他说拿两千万到金门搞一个基金 而且呢会具体做很多的事情 那么大家都知道金门离虾门是很近的嘛 过去那个黎义夫啊游泳就可以游过去了 这些地方非常近的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郭台铭在这里真是放两千万 真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你现在包括修一条桥啊 现在水是通了啊 将来还可以修个桥啊 或者修个隧道啊 还有修很多的东西啊 有利于这个两岸交往的东西啊 两千万真是很不少 但是我就很怀疑这个两千万能不能落实 或者就是完全是画了一个饼 这个这个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 我讲一个小爆料 这郭台铭啊 从他说要搞选举啊 也就是说咱们从退回 从2018那回开始一路到现在以来啊 恐怕他家总起来花的钱 都还没有两千万美金呢 光是这次从2023年1月到现在8月 他花的钱啊 恐怕那大概就是一两百万美金就打死了 所以你要他两千万给挤出来 放在金门岛上 而且就给那五万常住民 那不是剥了他一层皮 要了他要了他的命吗 您觉得以他过去说谎的纪录或者说话不对线的纪录 您觉得他的两千万要兑现 要不要在22世纪才兑现呢 您的看法 我我我估计可能到23世纪 才能兑现啊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很很简单吧 因为郭台铭你你本来已经这个 已经是呃 做了一个保证就是说如果你输给侯友仪以后你就完了嘛 就很明确的吧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谁都知道你自己也公开说的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你本来你的信用破产了 你还继续玩 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意思了 而且第二个呢 就是你现在的民意也是最低的 你不管再怎么样你的民意也就是10%左右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花再花两千万 花下去根本就不值嘛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后那个郭台铭现在其实生意也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呢 现在目前来说全世界的手机是处 这个这个智能手机是处于一种饱和的状况 新的手机出不来 而且也也没有什么买 没有人在在一个旧的手机还可以用15年 就基本上这个更新的这个这个频率会比较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算郭台铭真的要兑现自己的两千万的洛源 恐怕也不知道从哪一个工厂里边挖出来 是从印度啊还是从美国啊 还是从那个郑州那里挖出来 恐怕也是相当困难 那大阪呢 请刘老师稍微预测一下 因为他如果真的要联署 他9月是3到17 他就得公布他的副手人选 目前呢是完全没个影 您认为郭台铭他真的会选到你吗 或者他真的会搞连署吗 刘老师 我自己呢就是希望他不要连署 就是心理上是希望他不要连署 而且觉得呢这种可能性也还是比较大 因为这个呢并不是从他个人的性格来分析 他个人的性格 个人的意志啊 个人的这个品德啊 这方面去分析 而是从整个一般的逻辑来分析 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已经没有胜算了 而你在花钱已经什么没有意义了 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刘老师我方便在咱们这个节目做个小爆料 来做个咱们这一集的结尾吧 非常欢迎 好我给您报告他来不及连署 因为现在已经到八月底了 他的钱348个行政区都没发下去 他只有给这几个搞退党的人 一点小小的颜色开开染防而已 所以搞搞地方造势来乱一下党中央做得到 但是要搞连署我跟您打包票 那是已经绝对绝对对的来不及了 刘老师您觉得这样还行吗 这个爆料 对非常好 那可能侯友爷就高兴了 好感谢刘老师 我们接下来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起去看看刘老师的柳安昌彩局 感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谢谢 谢谢欧博士